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了故来做的一个练习 表示想要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第二个我们要学的这个表示意图的是这个了 了呢也是一样 如果有这个反进的时候呢 我们加这个 比如说 摩グロカヨ 那么这个摩グロカ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这个行动的目的 那么呢它的后面呢一般是加这个 等等这样的表示移动的动词 那么移动是动词是有哪一些呢 去来啊来来去去啊进去等等 都是表示这个移动的动词 那么呢在这个动词的前边加这个 那么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摩グロカヨ 那么呢什么意思 吃去啊 那么我们汉语可以翻译上什么呢 去吃啊去吃 可是呢我们汉语怎么说呢 为了吃而去这个意思啊 为了吃而去 那么呢如果它是没有这个抛进的时候呢 我们加这个ロ 比如说 コンブハロカヨ コンブハロカヨ 那么为了学习而去 那么我们汉语翻译过来怎么翻译呢 去学习这个意思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句的第一个 친구를 만나러 커피숍에 갔어요 친구를 만나러 커피숍에 갔어요 那么呢我们看一下 copy shop是咖啡厅的意思对吧 那么 갔어요表示去了 那么我为什么去这个咖啡厅呢 我为了친구를 만나러 为了见朋友 所以呢我们说 啊我去咖啡厅见朋友这样翻译一下 可是韩语里面怎么说呢 我为了见朋友所以呢 去咖啡厅 我们看一下 만나러这个拿呢是没有韵语的 所以后面直接加这个了 但是后面一定要加这个 有移动性动作的动词才可以的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コンブハロトゥソーカネカヨ 那么呢トゥソーカネカダ 表示去图书馆 那么呢コンブハロ 为了学习 为了去学习 所以呢我去图书馆 那么翻译过来怎么翻译呢 去图书馆学习 这样子翻译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语法 在我们的考试中已经考到的 那么考点是什么呢 考点是后面一定要注意啊 跟这个カダ ウダ 等等 这个具有移动性动作的动词 是这个 这个的特点 对吧 那我们呢 做一个练习 用这个呃 用这个呃 完成句子 我们看第一个 ウスル怎么样的 百货座メカヨ 百货座 百货座是百货大楼的意思啊 那么去这个百货大楼 那么为什么去百货大楼呢 为了去买衣服 对吧 那么呢 ウスルサダ 买 那么呢 加这个ロ ウスルサロ 百货座メカヨ 这个经常说啊 那么你去哪 你去 你为什么去百货商店呢 ウスルサロ 百货座メカヨ 这样说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 カ怎么说的呢 학교에 왜 왔어요 학교에 왜 왔어요 为什么去学校 为什么去了学校呢 那么那怎么说呢 タムズ에 시험이 있어서 왔어요 タムズ 시험이 있어서 那么下个周呢 시험 시험是考试 那么这个一大是有 那么加这个어서 表示原因的 因为呢 有考试 所以呢 我去学校学习 对吧 那么怎么说呢 コンブハダ コンブハロ 哇塞 那么这个ウダ 和这个ウダ カダ 都是表示这个移动动作的 所以是可以加这个ロ 对吧 表示这个动作的 去或者来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ロ和刚才我们学的 第一个这个流固 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其实我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是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後面呢 主要是跟这个移动的动词 比如说 卡达 五大 等等 那么呢 比如说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